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你自己的腰包也负得留有五十 他这不是 他这不是好人 我觉得 我是个坏人 你觉得蓝队一定是好人 他不一定好人 那可对 你有点以貌取人了 是吗 海水不能抖凉吗 我觉得我这个人物应该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人物 你看 洋行买办 开始 对不对 洋行买办是一个什么人 他跟社会名流都有接触 他是顶层人物 这叫胡 这叫胡说八道 你买办都顶层人物 那顶层人物是谁 温真开始 我给大洋帝国办事 那这别人下单加词 大洋国吗 对 这吗 这不哪行呢 这不大洋吗 哪呢 洋行高级买办吗 这不给大洋国吗 大洋国赚钱 帮大洋国赚钱 您多么我这点能力想得了 绝对 你看这个字 首先 大洋咱不敢说 帮助大洋国买东西 这个我甭管能锅不能锅 这狗腿子呀这是 不是狗不狗腿子 现在咱是一百年前哥 对我甭管多少年前 就是我的地儿你给占了 这是我的座你给占了 平时 我拆的 你看 别拆 不能拆 这不能拆吗 不是你别给我拆了行不行 不能拆 他不拆 又跟你吓得够呛 我从下边那个角撕开 你看不见 对 录不录咱们 你不说话吵吵 我把我这拆在这儿 你不定 我给你拆 你不行那我给你拆 你不用不用我自己拆 咱俩咱俩联手咋样 不行 你们联手也不一定打不过我 咱录不录咱们 一百年前的哈尔滨 据我历史的了解 就一百年前的哈尔滨 应该是一个 他这是典型哈尔滨人 你他能说出来 对不对 你看到外的那些建筑 咱盘盘上看落车 就讲话的那到外呢 建筑那都是都是外国的建筑 对不对 他应该是一个 很多国家都跟这好像是干什么 对不对 反正有俄罗斯建筑 也有日本的建筑 哈尔滨应该是 就是刚刚有哈尔滨的时候 十七个领事馆 是不是 刚有哈尔滨的时候 十七个领事馆 有日本有前苏联 有日本有前苏联 有朝鲜 有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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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有好多 有好多 这都是我知道的知识 我是听一位司机师傅跟我说的 哦 因为我是本地的哈尔滨人 哦 本地的哈尔滨人 因为我们家 我大小 我们家就是种地 我们家种水 就对于大年来说 我是很有感情 我种水道终于 因为我经历 就是多种 然后储藏 然后收喝 我去 基本上我大小就经历 我真的来之不易 每一粮粮粮都来之不易 所以说 现在来说 也不感到这 是 1903年哈尔滨就出现了什么 这同学 出现了什么 杀猪刺 不对 那你挨什么 出现了什么 1903年 就出现了小轿车 多好 这你看这启发的多好 所以说哈尔滨 1903年就有小轿车 哈尔滨发展有多么的好 俄式的四轮马车在哈尔滨街头随处可见 哦 四轮马车 马车也不是七车 捷放前的哈尔滨是一个花花世界 所以说您就能看得出来 因为这么多的文化聚集在哈尔滨 哈尔滨跟各地的 就现在咱们所在的各地的饮食文化都不一样 而且赵宝钢导演的 应不下哈尔滨我还参演过 当时你演的是什么 我演的路人甲 真的是参演的吗 我那会正好刚刚面临毕业的时候 我们就去那个组里边 我们就我们叫常驻 常驻群演 就跟组吗 就跟组群演啊 你是那路人甲是吗 各种路人甲路人蚁 不是 那你当时没看见我吗 行 他那编的我真是真的 我演的那路人蚁啊 咱俩认识 我说这事是真的 当时夜幕下哈尔滨 那会是陆毅 李小冉 然后那会赵宝钢导演 应该是在拍摄的过程中还生病了 然后后来你给拍了 孙宏雷老师还来探班 我们晚上夜行 就是记忆优势 我基本上我在那个戏里 应该是死过很多次 因为各种角色 后来现场导演都烦我们了 我们几个老都熟脸了 后来我们这路人甲路人蚁 我就都挡着脸 或者把帽压特别低 然后来回走 基本上都露不着脸 像站岛的呀 什么兵里边啊 路人坐洋车的大洋车 都能看着我的身体 你后来有在播出版里面 去找过他吗 我找过 当然找过 但是很少能找过 但是偶尔能划过 但只有我知道那是我演的 那个时候有一个长篇的小说 叫夜幕下的哈尔滨 你听过吗 那个那谁啊 王刚老师讲的 对 那时候还没有有请护宝锤呢 那时候收听率很高 对 很糊 这不挺好一机会吗 你给描描这夜幕下哈尔滨的什么剧情 夜幕下哈尔滨 你都参演了 夜幕下哈尔滨讲的是一个什么 师傅 司机师傅 夜幕下哈尔滨讲的是一个什么剧情 夜幕下哈尔滨是一个 哦 讲什么来的 我想想啊 那个 那个 行 咱讲吧 行 跟我想的一样 都是说不出来的 夜幕下哈尔滨讲的是一个 是一个地下岛 在这里街头的一个故事 我先知道我是一个洋行的买办 刚才路上看了一下这个简单的介绍 哎呦 好难拆啊 哎呦 好难拆啊 首先一点 我先声明一下 我呢 阅读障碍 你慢慢听啊 故事背景 龙门饭店是上个世纪初 最奢华的饭店之一 住在这里的客人非常非富即贵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发生 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啊 在那个时候 冰城属于一只臭名昭著的 大洋国占领 占领军 是吧 我读的没错哈 一种罕见的疾病 也开始在种花 种花家流行了起来 是吗 所有人都说 龙门饭店 作为三教酒流汇集的地方 便是成为了漩涡的中心 因为就在这一天 龙门饭店发生了一件 一场踩踏蹊的凶杀案 龙门饭店 什么成了一团麻烦的死局 乱麻的死局啊 到底聚集在这座饭店当中的 都是些什么人 他们有什么目的 他们是什么关系 他们究竟做了什么 在他们当中 到底谁是无辜的 谁是真正的凶手 而谁又在暗中操作这一切 好 我念了半天才刚刚开始 我呢 阅读障碍 我好喜欢 其实你看着我是个坏人啊 但是我是个好人 我是 哎呀 好喜欢这个角色 在大家眼里 我肯定是一个叛徒啊 我刚拿到这个本的时候 我都痛恨自己 我为什么是个坏人 但是看到现在 我的戏非常精彩 请你们看一下去 手枪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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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做胸花 又能被人看见 又不明显 任务很重要 好 出了这门之后 我就忘掉了 走 重新来 把剧本留在多少 我妈替你收掉 你不能带走 好 好 我都明白了 忘掉了 忘掉自己好的身份 这样会保护 再见 然后呢 没人啊 我非常喜欢今天我这个角色 很有喜 怎么都是残羹剩饭 我在宴请大家吃饭 我还找了一个明觉 然后呢 席间呢 我想让画家 跟教授认识 没想到他们俩认识 他们俩眼熟 作家 作家和教授 作家和教授认识 然后呢 险些暴露 的 幸好 席子呢 来敬酒 作家 才脱险 然后教授 跟作家不胜酒力 就上楼了 然后 教授呢还想追问点什么 结果在席间他们走了之后 传来的消息教授死了 那边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跑单帮的 一个是富商 俩人为了结账吵起来了 然后跑单帮的走了 去拿钱去了 是吧 去拿钱去了 拿完钱之后回来 才传来的这个教授死的消息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非常之喜欢我今天的角色 虫膏吗 虫膏吗 但是我可以拿它当雪茄 今天杀七个仔八个哪个是你杀的 老师们 出事了各位客人 教授死掉了 探长让所有人到宴会厅集合 我是先过来了 他的手下去楼上压这个宴所有屋里的人来宴会厅了 抓紧吃吧 探长挺生气的 教授死了你怎么那么开心 不是 死了人 教授还挺生气的 这什么词啊 教授死了 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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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死了 教授死了 教授还挺生气 探长挺生气的 探长 重新说 抓紧吃吧 帮我开会门 不许让别人竞选啊 任何人都不可以 看看你们什么进展啊 你是卧底吗 查出来了吗 我是谁的卧底 你是警察局就卧底吗 我没有卧底是你们 那为什么人家都在那里卧底怎么不去呢 买办 对啊 我说大洋 大洋管的 我跟你杀人 动机也没有什么破碍的地儿 根本就跟我没关系 所以说我为什么我杀了 不用审讯我 我想问问 他们的进展明天我能不能走 走不了 明天都走不了 谁都走不了 找不出凶手谁都走不了 找出来了吗 没有 你知道他是怎么用安眠药自杀的吗 安眠药自杀 他致死的应该是炖气所 炖气所上 挖罐是作死的 你认为很可乐 好 对半过去 就是等于是有人给他下了安眠药 下了安眠药之后 他回到房间之后 有人用炖气给他杀了 但是我的不在场证据就是牛 是什么 你像大唐经理 唱戏 唱戏 土豪 跑单帮 都能跟你做证是吗 都在一起 但是跑单帮的刚才自己出去了 这是个很重要的信息 几点几分 大概 跑单帮的应该是在 教授和作家都上楼了之后 看不上 他出去了 教授和作家都上楼了之后 你们几个是在一起的是吗 对啊 我和唱戏的在聊天 大唐经理就在这服务 然后他们俩争着 我不知道是做戏还是什么 他们俩争着 要买单 结果两个人巧了 谁出来吃饭的那份钱 那只能派一个人出去去取钱 那有一个人出去 明白 等于说你们几个人是有不在场证据的 现在有怀疑的是跑单帮的 跑单帮的 还有不在 还有作家 作家当时是不在的 行了 但是作家是先走了 现在当然更有嫌疑 行 你们去忙吧 我再搜一下 现在谁是嫌疑今天 我 你也有嫌疑 我没必要跟你说这些 我是探长的 你确定警官随便离开这屋吗 我确定警官呢 警官我马上要接受审讯你 我不知道您是找的 等 走跟我一块去审讯室 我说两句话 你们先走 我到后边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因为 我来呀 我们必须 我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 现在必须有一个人 需要牺牲 所以说 这个事才能结束 结束了之后 我们才能走 那就只能 有人牺牲了 但是就是我有点事情 我只要交代一下 我没有说这假错 我只要有点事情 交代一下 因为是这么一个情况 做假喝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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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个人��오怀疑 是他 mnie glasses Libr 곡 sour captivity 对 这个 对 待会儿 很 och 我怀疑是 作家 严谓 好吧 门童怀疑作家 爱杀到他 拿他做实验 你也行 没事了 进 没事 没事 不需要任何职业的 你是什么身份 我看我眼睛 你看我眼睛 别动 我是白纸 不可能你颤了 你的眼睛颤了 你在躲避着什么 我真希望我不颤 你能够治好了吗 你能不能够我眼睛治好了 不 我们就一直在这憋着 我也有点现在想出去了 你躲我干嘛 怎么着找我来了 我去看 看就是热了 不是 你躲我干嘛 偷偷有点信息 有什么信息啊你 我说信息很多 很复杂 非常复杂 我手里的非常复杂 你只要学着吗 头起来就学习 我不能说 我先听听你的 不是 行 你是 其实你是最大嫌疑人 我不可能是 只有你认识他 只有我认识 但是我周围 所有人能给我作证 我没有下手机会 你把他带来 你约教授来酒店吃饭 我不是约他就住这 火车站就在这 他下火车就在这 每次下火车都住这 就我安排 他说你安排的他 那你嫌疑也很大 你安排他来这 还是他自己愿意来的 别说我嫌疑打不打 嗯 你别说我嫌疑打不打 我先说一个事 嗯 你那酒杯里是不是藏腰 我的酒杯里头 我当然藏腰了 我失眠啊 失眠的药非得放酒杯里 对啊 就说这些你自己想 什么呀 这几个人都是我圈来的 你俩那桌我都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 是咱这是 我咱是真没出 一共就两桌 但是你知道怎么死的吗 周扬知道怎么死的吗 周扬知道怎么死的吗 我没见着我 你什么又没见着过 我问你怎么死的 你跟人一块吃着饭 你我没见着过 我没见着他死撞死态是怎么死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死的 我也不知道 不是谁 不是气死的 不是 不是探长先看见的吗 他知道是怎么死的 我老怀疑是不是毒死的 老颜老说喝酒喝酒喝酒 不是不是毒死的 不是毒死的 囊死的 他身上有伤吗 我没看着 你还有什么特殊神 你 如果我可以变土豪变土豪什么都可以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他不是毒死的 对 你可以替我作证是吧 说明 那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先跟你说明了 你那个药并没起什么作用 你那个药它只是昏迷了 最后嫌疑人 虽然是你 但是不是你杀的 对 你知道吗 这个你知道吗 是这我知道 这你怎么知道 这我知道 因为下的那个量 就不是致死的量 就是我吃 你吃 你也忙 你肚也忙 但是这个事 就要说出去 那就是个事 所以说你会说出去 是吗 是吗 要杀我灭口 你再给我说一遍 怎么回事 我到现在我也没明白 因为我都没看见 为什么把这扔这儿了 扔这儿了 让他拿去 他拿去之后 他就知道这是我 然后我们俩接上头之后 然后我告诉他 他不知道我任务是什么 然后我就告诉他 他保护你 但是他的下线 他没告诉我是谁 然后这不是这条线捋清楚了吗 然后还有一条线 就是九粮这条线 九粮这条线 他们的任务去偷那个 偷那疫苗 然后他们俩 不是配合把疫苗偷了吗 偷了之后 秦阳贤 他们俩 秦阳贤去把人杀了 没有 秦阳贤跟这些人都没有交集 都不认识 他就是想杀 他俩绝对是土匪 本来是咱们吃一顿饭 然后大家喝顿酒 我带你就走了 这我知道 但是因为杀人 咱们不留下了吗 留下了之后 然后就开始调查 这现不清楚了吗 现在 你是干什么的 你我能出去吗 你是干什么的 我能出去吗 你不是看着这个屋子吗 我说不能出去 我要出去 你得拦我 是不是 不是 他说不是 你 那你得跟这站着 今儿我一出去你得拦着我 你不能让我随便出去 你会使那摄像机吗 不会 我先让他站着替你 你拿那摄像机 把你拍了 你来我这角色 我拿那摄像机让他转着 那你怎么还行呢 行不行 没事该交代清楚都交代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